作词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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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军长可认得此人吗 认得 成相的公子曹平 那你可认得此马 赤兔马 吕布的赤兔马 没错 人中吕布 马中赤兔 如今 吕布已经不在人间了 赤兔马在等着他的新主任 此马是天下第一剑棋 日行千里 月山川大河如履平地 两年来 曹丕不知跟我要了多少回 我都不舍得给他 我都不舍得给他 我是怎么说的 父亲说 而配不上这匹赤兔马 你是配不上他 此马是给 勇将用的 不是你 云昌 从今日起 此马就是你的坐起了 承想 当真 赤兔配关羽 宝马配英雄 天下绝配 谢承想大恩大德 不知末将 可否是其 请问 它是你的了 外 coarse 可以 谢承下大恩 关羽 无以回报 心 恩城 快快进旗 恩城 我平日里 赠你许多金银美女 也未见你如此欢喜 赤徒马日行千里 末将拥有了它 一旦知道兄长的下落 一日之内 便能相会 好 好啊 云长的忠肝义胆 古今罕见 一切去吧 去吧 谢丞相 去吧 我偷风犯了 偷风雨淋 丞相 以为这关羽天高地厚之恩 可是他还是忘不了留备啊 今日如不杀关羽 日后将是我们的大敌啊 丞相 你曾经说过 宁我负天下人 休有天下人负我 可是关羽 他受丞相大恩 却知恩不报 贪恋救主 辜负丞相 丞相 你为何不杀 丞相 末将请命 展关羽 直接点头了 弟兄们 上马 上马 展关羽 展关羽 丞相 丞相 我令你们回来 你们听着 关羽 关羽的忠义 堪称众将之楷模 我宁肯 他以我为敌 也舍不得杀他 关羽 关羽啊 那匹赤兔马 丞相连自己的儿子 都舍不得给 却给了你 当时有很多位将军 对你是又羡慕又嫉妒 你知道吗 他们都是 多年跟随丞相的人 多次的出生入死 赴汤蹈火 都没有得到 如此的恩宠啊 丞相大恩 关于愧疚啊 可是你 却说什么 一旦得知兄长下落 一日间 便可相见 这多伤丞相的心啊 当时有几位将军 想去杀你 你知道丞相说什么吗 丞相说 我立刻 关羽与我为敌 也舍不得杀他 丞相后恩 关羽就是粉身碎骨 也要报答他 任长兄 让我问你一句话 你必须如实相告 请说 如果刘备命丧九泉 你会不会归顺丞相 如果兄长命丧九泉 如果兄长命丧九泉 与兄长相会 主公 吃杯茶吧 二弟三弟有消息了吗 在下四处使人打听 一点消息都没有 子龙呢 也无消息啊 兄弟十三 两位夫人不知下落 我们继人篱下 终非长远之计啊 主公 难道袁绍有逐客之意了 那倒没有 不过 我与袁绍相处多时 觉得他并非雄主 你看 他坐拥四周之地 拥有天下最多的兵马将士 可是却多忧寡断 至如今举兵半年多了 却僵持不下 与曹操战非战 合非合 进不进退不退 这岂是成大业之君 主公 玄德 玄德公在 徐兄 在下危急远迎 罪过罪过 哪里哪里 徐姚也是闲来无事 特到贵府讨杯茶吃吃 可否有上好的新茶 拙人给泡得浓一些 一方 快上茶 诺 徐兄请坐 请 请 徐兄 怎么想起来到寒舍吃茶了 那我也就没必要兜圈子了 我今天特地来到贵府 是有要事与你相商 请吩咐 请吩咐 陈德公 我家主公袁绍发布讨贼西文 已有半年之久 此事可谓天下人人皆知 可事到如今 这战局却没有丝毫的进展 我军与那曹军始终处于胶着状态 其他人 我家主公与那曹军军军 你也不听 我看见 你也不听 不少兵士都染了病 连战马都倒闭了不少 食不我待 饥不可施啊 确实如此 玄德 你明天和我一道进监 劝说五家主公 逼曹操决战 在下 倒极是愿意 不过 我现在是吃闲饭的 客居贵方 如果对袁公战和大计 收散倒私 恐怕不合适吧 就算袁公不在意 那么手下的文臣武将们 也会不在意 这个嘛 我已经想好了 明天在议事大堂上 由我率先向我家主公进荐 不管结果如何 我家主公退堂以后 势必向你讨问主意 到那时 玄德 你在把你刚才跟我说的这番话 原封不动 一字不落地属于我家主公厅 其余的 肯定要等水到渠成 为何 为何袁公要问我 我只是一个客吧 恰恰因为你是客 所谓客者乃之身事外 有道是当局者迷 旁观者轻 我可以料定 我家主公 必然要向你讨问主意 敬佩敬佩 在下遵命就是了 主公 眼下是大地回春 天暖花开 河流解冻 冰雪消融 我三军 良想足备 将士们各个 斗志昂扬 情绪高涨 可那曹军内部 却爆发了恶极 据报 有数千兵士 战马 纷纷染病倒闭 那曹营上下 是军心浮动 大为恐慌 在下认为 此刻正是我 进军的最佳时机 请主公肃令 炎梁文丑 进军许昌 炎梁文丑二将 也有书信来 他们说 如果再千言不战 则将士懈怠 兵风夜劳 他们二人都催我速决 我正相加考虑 主公 那炎梁文丑之意 也是促战 与在下之意 正好是不谋而合 完全一致 恳请主公再勿犹豫 传令炎梁文丑 令他们率前军 进取许昌 数日后 我亲率大军前王 主公英明 主公胜断 在下即刻拟写军令 并派飞济传命 搬去吧 谢主公 我不日就要进军 你们各回其职 速速准备 来 宣德 外面天暖花开 岔子烟红 我们到园中赏花去吧 否则 否则大战一开 就再无先情压制了 甚好 甚好 在下遵命 主公 主公 你下了进军令了吧 刚刚下完 许有误主啊 冰主公 数月前 曹操攻伐徐州 那时的确是我们进军许昌的大好时机 可现在徐州已现 刘备全军丧尽 好 刘皇叔请见谅 曹操姐大胜之师 兵封正进 我今非但不能进军 而且应该避其封王 按兵不动 另寻战机啊 有消息说 曹军正发生恶疾 不少军事战马 纷纷倒闭 主公啊 那曹操统领二十万大军 哪天没有几个人病的呀 戒选小级不足以撼动三军 这不是战机 可颜良文朝也有书信来促斩 为将者谁不渴望建功啊 但是身为统帅 应该审时夺势 独掌全局 不为轻浮议论所动啊 主公 你现在所用周郡子民 在曹操一倍以上 三年之内兵马良草 必数百于曹操 那时灭曹易如反掌 主公 当富民强兵徐土进取 以敬之洞后发之人 这才是至圣之道啊 好 你立即传令炎良文朝 叫他停止进去 在下 在下 这得去办 宣德啊 请 主公 您让那天风传命停止进军 是啊 天风所言有理 眼下战绩不佳 我们应当已禁之道 主公 为何又要招令西改 况且那传令的飞机 已经奔驰在大陆上了 这有什么 有人追他回来就是的 宣德啊 你都看见了 有人劝我战而取生 也有人 也有人力劝我 不战而胜 你非属我不下 至身局外 你你公心而论 我是进军好呢 还是退军好 呃 在下呈袁公厚恩 客居帐下 本不该多演的 不必过歼 直说吧 自明宫发布讨贼西温以来 天下苍生 莫不翘首相望 可是这半年来 战非战合非合 进不进退不退 劳实武功 屠号前两 这些都是有利于曹操 而不利于明宫啊 你放胆说 眼下明宫与曹操相比 本来是占绝对优势 可是明宫 如果不战而退 那么曹操就会 宣称他大获全胜 他会说奉天子诏 帅王者是大败逆贼 那么天下苍生 尤其是在明宫与曹操之间摇摆不定的各地诸侯 他们会怎么想 他们会倒向谁 明宫别忘了 朝廷是安在曹操的家门口 而不在明宫手上啊 这 在下这么说吧 如果 如果我有明宫三分之一的兵马 也早就进军了 天风误我呀 我即刻进军 明宫 还是跟各位谋臣商量一下再决定吧 五一一决 不再听他们的了 天风兄台 我好不容易说动了主公禁兵 你为何又要加以阻拦呢 因为你的方略是错的 而我的方略才可资万全 未必吧 该不是 兄台妒忌我颇受主公之信 怕抢了你的风头啊 我天某若真有妒忌之心 也该嫉妒值得我嫉妒的人 你许优不配 兄台 你发火了 看来你对我许优非但是度 而且还有恨 许优啊 还记得上次主公对你的账责吗 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啊 怎么 兄台 你就敢断定 你天风 不会有那一天 也许有 但我不会像你一样挨了打就改口 我天某就是被主公打死 也会尽忠尽见以死相见 绝不投机 你 主公军令已下 令严良文朝进军 主公军令已下 什么 令严良文朝进军 田风兄台 许有料定你田风 早晚会有这一声惊叫 无日之内 全军必须抵达利药 持无力战 主公 主公 天风听着 不许你说三道四 蛊惑军心 主公 容臣再说一句 如果非要开战不可 也万万不可进军许昌 应该屯兵 严禁一线 分兵关渡 再者 严良虽勇 却无谋略 不可视为前锋啊 你还敢问阴送阴 招乱军心 主公 主公 天练 原初田风参军职位 两为母满意 主公 下去 主公 下去 主公三四 主公三四啊 主公 主公 慢慢慢慢 是田风兄台啊 你是去养马吗 兄台啊 我平时只知道 你就会大话连篇和夸夸其谈 原来 你还会养马呀 拉出去 主公 主公 护 兵 活该 丑下 丑下 听说你率军祖姬袁绍 末将院做先锋 元长 我听说你这些日子 思念你兄长几乎寝食俱飞 是不是 此行就不劳你打架了 你且回去静养 静候我的家婴吧 出发 遵命 出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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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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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破砖烂瓦 那人就是袁绍的前军主将严良 听说他的武艺不在吕布之下 在我看来 他那是插标卖手 你何以如此狂妄 临丞相 末将愿将他手机取来 军中无戏言 如果拿他不下 你怎么办 那就请丞相取我的手机 好 朕就来 雷鼓 来者何人 本将不杀无名之门 公家 恭喜情侠 命官已建功了 我更欢喜的是 刘备生死宽忧了 许望 你估算一下这次战事会如何呀 这次我们可是清朝而出了 主公啊 这次我军由你亲自统帅 将士们一定会更加神勇 奋力杀敌呀 冰主公 严梁将军被关羽斩杀 我军阵脚打乱 曹军顺势攻杀 什么 严梁将军被关羽所杀 主公 关羽已经归降曹操了 你怎么能确定那是关羽 我将亲眼看到他 那将赤面长须 手持一把青龙大刀 不是关羽又是何人 刘备 我代你不划我 你却暗同曹操杀害我炎梁大将军 来人 将刘备吞吹斩首 为炎梁复仇 遵命 明公 请听我一言 我与那曹操有不共戴天之仇 自从徐州之战之后 我从未见过云长 更不知 其生死下落 明公怎么能凭 一将军貌似关羽 就来判断我与曹操暗通呢 说得是 我信息又错杀无辜 主公 不管那人是否是关羽 可以肯定的是 曹操已经有所准备 主公 不如留一只遗兵在此 然后大军助手严禁分兵关渡 从侧翼攻取曹操 主公 区区一个马夫 又来教导你了 这大敌当前 岂能不战自退啊 长言道 退则乱 这乱必败 天风居心叵策 天风 你口口声声让我退军退军 实则是乱我军心 严良军是这样才被斩于马下的 来人 将天风拖下去 仗打五十军棍 遵命 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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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阵 你们谁敢出阵 迎战曹军 阵我军威 我军出战 主公 严良与我亲如兄弟 我非要斩杀了长徐贼将不可 为严良报仇 好 只是今天天色已晚 明天正午时分 你亲率五万军兵 迎赞昭军 我将七年正前 为你摇旗呐喊 以壮军威 准备 准备 草草有所准备 文仇虽勇恐难逼草贼 主公还是退兵吧 天风 你屡屡如我 我是一忍贼人 今天我是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了 来人 将天风推出你斩首十诈 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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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对主公你来说 尚属忠诚 看在他们的面上 我今天咱且饶你不死 等我灭了曹贼 我再拿你点天灯 天令 将天风 押回冀州府 下狱 斩监后 遵命 在下 谢恩 杀我兄弟的人何在 快出来受死 文仇是我的大将 他有万福不当之勇啊 去年缴公存赞的时候 他一人勇斗七元战将 战其三 伤其四 四节 去毫发位子 明宫有文将军这样的猛将 何愁曹军不破呀 待 那个赤面朝旭就何在 快快出来受死 贼叫羞狂 徐皇在此 张辽来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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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公 他曹军 刘二将出战了 一路是张辽 一路是徐皇 明宫 这两人 都是曹操的盟将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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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啊 张辽薛黄退下 抗卧斩他 人长小心啊 此武功了得 带 不 你就是杀颜良的贼将吗 那只是牛刀小事 帝兄们 袁绍就在那栋山上 三军听令 冲上去 升起袁绍 杀 杀 主公 曹军开始大局演杀了 快走吧 来不及了 快走 轩子 你还发什么带意 快走啊 带刘备 刘备 我看得清清楚 就是你的二弟关羽 亲手杀了我的上将文宠 你暗讨曹操 心术无比的险恶 来人 在 将刘备推出去看了 左边 且慢 鸣公 能容我说一句话再死吗 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有什么话 鸣公 那曹操速来记恨我刘备 显然他已经知道我在鸣公这里 所以故意是关羽出战 借鸣公之手杀我 此一节 起鸣公鸣场 此一节 起鸣公鸣场 我不管曹操什么用意 我只是要用你的头 为炎梁文宠几零 可是我二弟并不知道我在这儿 鸣公 如果二弟知道我在这儿 岂能斩杀鸣公爱将 陷我于死地 鸣公 我想请问 我二弟关羽武艺 与炎梁文丑相比如何 高低 不可相比 我再请问 若我写一封密信 召回关羽 让他与我一起辅助鸣公又如何 真的吗 我如果能够得到关羽 那可是比炎梁文宠 高中十倍啊 云长如雾 我三兄弟 桃源结义 视同胜死 如今 贤弟却为和鸽袍断义 驻贼为义 贤弟如要取功名富贵 于兄 愿自现首级相拙 书不禁言 死带来命 对啊 顾富贵 三兄弟 心籺 交代子 st blond 是 S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大梦放绝 山川依旧 古战长生 几度春秋 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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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词 李宗盛